欢迎收听UDN Global 转角国际 Daily Podcast 新闻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听UDN Global 转角国际 Daily Podcast 新闻 我是编辑七号 我是编辑沐怡 今天是2022年12月13号 星期二 昨天我们好像有讲到做梦的事情 结果又有听友分享他们梦见转角国际的一些状况 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片尾再来跟大家分享 今天13号 首先第一条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疫情 中国先前已经可以说全面棄手动态清零政策了 各地当然就有传出就是医疗的压力越来越大 然后去医院就诊的这个情况 看起来是比预期的还要人数来得多 那我们今天先来以北京为案例 北京这几天看起来状况其实也是不太理想 包含说是去到医院要就诊的人数 那以及医院本身的这个能量 人力各方面的资源都现在面临几乎要面临是崩溃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看一下这几天大概北京遇到什么样的情形 那北京在12号的时候有召开了这个疫情的防控新闻发布会 那在这个发布会上面就有讲到近期在一个礼拜以内 那北京市的就诊人数 去到医院里面包含你是要去就诊的 以及打电话叫这个救护车 他们是打120 120的这个急救电话的数量也都是暴增 那我们看12月11号的人数 12月11号呢 整个北京市的这个患者 他是因为发烧发热 然后去求诊的人数就有两万两千多人次 那这个是跟前一个礼拜比起来是成长了16倍 那另一个呢是打120急救电话的数量 那在12月9号的时候是最高峰 最高峰是24小时之内呢 就打了三万多通 那这是比平常同一个时期来讲 平常的六倍 那这些电话里面三万多通里面 有一些是重复来电 那也有一些他并不一定是因为发烧 或者是他可能确诊需要急救 那很多有一些是来询问他这个 这个平常的身体健康状况 或者是因为自己有发热发烧的状况 不晓得到底要不要去医院 所以打电话来做咨询 这全部总总加起来三万多通 那这个包含说是人数啊 包含是来电的这个数量啊 那都比平常还要多很多 所以呢近期的北京其实也在担心的是 医疗量人现在是很难来接应当前的情况 那之中呢也有些舆论在讨论哦 就说啊那先前讲了很久这个 动态清零一下终于开放了 可是有点官方好像没有在这一个准备上面哦 好好的有一些配套措施 那民众之间呢 似乎也很难去一下子来适应一个 所谓的与疫情共存的状况 那如果我们观察微博或者微信上面的一些民众的讨论啊 发文啊动态啊等等 那之中也有很多人在询问 比如说都在问说啊那这个我现在身体状况到底要不要去医院 或者是说好我现在要吃什么药物才对身体好 或者我怎样才不会确诊 那这些零零种种的讯息加起来 其实看起来就很像过去一两年当中 比如说像在台湾 可能刚面临疫情的时候 我们会有的提问 那只是说因为中国在动态清零之下 比较延缓去面对这个问题 那所以之中很多民众可能一下子还没有办法去 知道说怎么应对这个情况 那就北京市自己官方的说法是 虽然他没有给出很明确的数字 但他说以现在北京市的疫情来讲 那他目前仍然是存在快速扩散 而且蔓延的趋势 那这个部分可能未来不是很乐观 那另一个观察的地方呢 是中国的这个国台办 国台办呢在12月12号昨天的时候 他就有宣布 本来在明天14号的时候 要办一个例行的记者会 结果呢现在临时说 要因为疫情的关系而取消 那你想说那这个有什么好稀奇的吗 那是的确是有一点特殊 因为过去呢国台办没有因为这样子 就这样子随便取消例行记者会 那这是第二次因为疫情而取消例行记者会 所以的确可以研判说北京现在的状况 在疫情方面可能主要的专注力 现在在这个问题方面 那另外是看了一些医院的部分 那有一所这个北京的儿童医院 那这边我们看到一个资料是说 除了平常就诊人数本来就多 收容的这个儿童患者也比较多 但是呢另一个问题是说 医院里面的医生啊 有超过600名以上 自己已经染疫了 但是呢又没有办法随便离开他的工作岗位 与此同时呢 还是有很多的家长他带着小孩要来就诊 那这个小孩当中有的人可能是发烧 有的人可能是确诊 那所以这个当中在医院里面 形成一个群聚感染的问题 那也有可能因为从医院这边 再来向外扩散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 目前也还没有一个透明的数据 是可能有一些医院的重症病患 他本来可能就抵抗力较差 或者是原本就在医院当中收治的老人 那之中有可能担心是在这一波 大量的病患涌入之下 影响了医疗的量能 那说不定有可能会危及到现在既有的病患 再来我们来看的是关于药品 现在有很多人在抢这个跟疫情有关 这些医疗用药 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莲花清纹胶囊 这个中药胶囊 就吃这个来抗这个COVID-19 好那现在莲花清纹胶囊当然就变成一个抢手货 但也连带的出现很多比较 这个调诡的现象 比如说烘台价格 比如说各种的一些乱象 像是呢 莲花清纹本来这一盒这个胶囊 它单盒是里面48例 好那原本的售价一盒大概是 人民币差不多30块左右 那算成台币大概130块 一盒这样子 那现在就各地有出现当然药局不一 有了涨到100多块人民币 那就一盒450台币 那之中也有涨到超过200块的也有 那这样的涨幅其实是很大的 那在四川成都还有出现一个状况是 你要买莲花清纹可以 但是我同捆要包裹你卖其他的药品 那在四川成都这里呢 就有出现一家药局呢 它就是莲花清纹绑五种其他药品来贩售 比如说啊你要买这个 好那就加卖你什么川贝菲花糕啦 加卖你其他的这个富方药品啊 那整个里面它搭配一盒莲花清纹给你 那这样子一组呢 就卖到160多块人民币 那算台币大概700多块 那这个很多民众受不了 就是被你强迫贩售 那有去检举 那有一些药局 像这个四川成都的药局呢 它就被罚款 那之中还有其他一些零种种的案例 那就类似的现象的层出不穷 这样也形成一个蛮吊诡的现象 在这个我自己呢 在广州的朋友 他有传了一些那种图片 比如说有人大排长龙在这个当地药局 想要买药品 那有的是买莲花清纹 那有的是要买那个退烧药 布洛芬 那有的是这个买其他药品 想要囤积药物 以免说万一这个家里真的确诊之类的 那有人开玩笑去做了一些那种 贴纸 把它贴在那个咖啡上面 或贴在可乐上面 把它贴在那个咖啡那个纸杯 纸杯上面写说莲花清纹咖啡 那自己在写 那什么功效是提升清晓 那还看到有人贴那个贴纸 叫莲花清纹可乐 那先前其实中国有网友自己开玩笑 莲花清纹如果改成做可乐的话 会不会这个也有同样的功效 那会不会大家不会抢货 货货量比较大 那当然这个是比较开玩笑 好那另外是回问回来 我们看就是现在 在疫情数字方面其实有一些混乱的问题 我们在做相关新闻的时候呢 也很难做一一的查证 就是到底现在确诊人数扩散情形如何 那官方自己呢 虽然有给出一些数据 但看起来有很多人是难以相信说 数据真的是完全真实的 比如说中国的卫健委 那在通报12月12号的时候呢 新增本土的确诊病例 全国是2270例 好那这是确诊病例 那无症状感染者是5181例 不过现在大部分不太会去算 无症状感染者 那全国2000多例 那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但是呢在微博或微信上面 民众的体感上都认为说 这个数字有问题 因为看到说跑去医院的 想要就诊的人数 视觉上看起来很多人 或者他自己在社群媒体上面 看到的这种情况 感觉应该是超过2000多例 那实际上数字为什么会这样 就会有人怀疑 会不会是做数字 那不只是民众怀疑 先前呢 这个环球时报的总编辑 前总编辑胡锡进 自己也在微博上面就发文说 他认为这个官方的数字 是与现实有出入 他用的话叫做 与实际情况出现严重背离 他就说呢 这个现在看到的官方数字 跟他自己调查到的可靠来源数字相比 实际上数字应该是更高的 不知道为什么官方这样子 没有给出一个更确切的数字 也许是为了让疫情看起来没那么严重 那官方也有一套自己的解释 他说可能有些那个民众啊 他确诊是他是在家里面自己快筛的 那所以他们有去这个通报 所以通报数字上面并不会记录下这些人 当然这也是一种说法 那这个像是中国的一些媒体 像第一财经 他自己就有写说 的确从这个防疫新十条实施之后呢 那很多人就改成 那我不要去核酸了嘛 我也不用去核酸了 那我就在家里自己做快筛 他快筛有阳性 那我也不会去做通报 那官方也不会把这些人列入里面 所以呢 第一财经这边的说法就是 其实如果严格来讲 先前说的那个社会面确诊人数 那应该是超过多很多的 只是没有被官方统计数字列入而已 那这个情况 虽然先前大家也有预期啊 也许在开放之后 数字会增加 但是现在看起来状况 比原本预期的还要不乐观 那现在比较冲击就是 新年跨年的假期要到 那再来就是农历新年也要到了 那会不会演变成更大一步的扩散 那届时中国政府又要该怎么处理 那这个都是后续值得观察的部分 好那下一则新闻 我们来看一下FTX 好 FTX是全球第二大规模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那还在11月11号正式宣布破产了 那他们的创办人也是前CEO叫做弗瑞德 Sam Beckman Freed 那原本的身价是160亿美元 换算成台币大概是5000亿美元的身价 这么多 但是因为FTX公司出现例如说像擅自挪用客户资金啊 还有错估风险等等的一连串的资金问题 所以在上个月宣布破产之后 所以在上个月宣布破产之后 佛瑞德的身价也从原本的160亿美元跌到归零 那FTX破产之后本身也留下超过8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 所以说这个缺口差不多有台币2450亿这么多 那在台湾的受害者也有超过30万人 初估台湾人的损失的总金额是超过台币150亿 那FTX破产也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撼 在这之中就很多人好奇说 到底为什么FTX会走上破产这条路 还有这个创办人佛瑞德他到底是谁 好我们先来看看佛瑞德 他从2014年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 今年30岁非常的年轻 那他在毕业之后认为比特币作为这个加密货币 是有买低卖高的商机 所以他在毕业4年多之后 在2019年创办了这个加密货币交易所FTX 那他也曾经挤进美国400大富豪的排行榜 成为史上最年轻的千亿富豪 那在一夕之间他也变成币圈人口中的这个天才少年 佛瑞德 但是FTX他自己把客户的资金 还有他们旗下的一个叫做阿拉美达研究的交易机构 的这个资金混在一起 所以当阿拉美达资金出现危机的时候 FTX公司本身的资产变成不足以拿来支付几对金额 也就是说在营运上有出现重大负面传闻的时候 存款人没有办法自己去提领自己的存款 所以这之后也引起了一连串的资金风暴 最后没有办法只好申请破产重组的这个程序 正式宣布倒闭 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已 那目前案件也还在持续调查当中 那其实上个月FTX宣布破产的时候 刚刚提到这个创办人弗瑞德 他就有出来说他会全力的提高流动性资金 想办法尽可能的把资金还给用户 一直到危机解除为止 但是就像刚刚说的资金流动不足 变成没有足够的现金 可以来满足高达100多万位用户的提款需求 所以弗瑞德他在公司倒闭之后 他的动向也一直被媒体关注 曾经有一个传闻是说他逃到阿根廷去了 那在12月12号昨天 他也在巴哈马正式的被警方逮捕了 那美国政府目前是认定弗瑞德的罪嫌重大 目前美国司法部门也还在想办法 要跟巴哈马政府来沟通 希望可以把弗瑞德引渡回到美国来接受审判 那巴哈马的部分呢 巴哈马警方他们也说在正式的收到引渡请求之前 他们会继续的来拘留佛瑞德 那根据卫报的报道 FTX现在的执行长是John Ray 那John Ray呢他是一位很知名的美国律师 还有所谓的破产专家之前有非常多的专业经验 那现在就是负责监督FTX的资产清算 那在11月17号就是在这个FTX宣布破产之后 John Ray他有向法院提交了一个文件 这文件里面他就很直接的说 他自己身为一个有超过40年法律 还有重组专业经验的专家来看 他从来没有看过一家公司经营的这么的彻底的失败 他用的字是彻底的失败 那John Ray他也说 在调查之中他发现FTX的内部 只有支离破碎的监管系统 还有完全缺乏可信度的财务资讯 好那在FTX破产之后呢 除了刚刚说到有留下2450亿台币左右的这个资金缺口 那受影响的还包括了跟FTX 还有阿拉美达研究相关联的100多家企业 所以受波及的范围是相当的大 所以因为加密货币目前是缺乏政府的监管 那导致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 用户有很高的几率是没有门路来求助的 所以随着FTX的破产案件之后 很多投资者对于加密货币行业的信心也受到了影响 那未来各国政府是不是应该纳管加密货币呢 还有要怎么管 还有由谁来管 那这个最近也成为大家的讨论焦点之一 好那下一则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读者讯息的提问 就有问到说 因为刚好我们昨天有讲日本的年度汉字 那中间呢 刚好有人问到说 因为昨天的汉字是讲到战嘛 那战这个意思里面也有包括了战争议事的问题 那也提到北韩跟日本之间的关系 那就有读者来问说 关于北韩跟这个四射导弹 然后跟日本之间 那当然会引发一些紧张 那读者的问题是想问说 那岸田文雄啊 他现在是线让的首相 那目前对待北韩的政策上面 有跟过去的政府有什么不同吗 那或者是在岸田的这个内阁的这个任内呢 中间在军事或外交政策上面的美国因素是什么 那这问题其实蛮大的 不过的确我们来讲是 主要国际在今年度比较少 针对北韩试涉问题来做新进度的讨论 那原因是因为虽然说次数跟频率增加了 但在整体进度上面 其实没有太多实质的进展 那过去几年当中 我们已经谈过了已经谈过这个状况 那比如说我们以前有分析过一篇 专栏作者徐仁硕 那他有写过就是 这个导弹警报的问题 就是这个美韩试涉 他就发导弹警报 那日本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面 因为比较欠缺民众整体危机感 那以及说就算知道这个警报 好像也不能怎么样 那这个中间当然就引发了一些很多讨论 过去我们就有讲过 那这几像今年度来讲 那也有一样的状况是 导弹射击了 那日本政府也只能一直说 我们密切关注 我们会这个留意这个安全的状况 那严厉谴责 那甚至日本民众还开玩笑 要看那个用词的程度 严重关切 还是说我们持续研究之类的这种 用词来判断现在日本政府的这个态度 但的确也就是在实质上面 你很难再去有一些 实物上的进展 不过呢 就岸田政权内阁来讲 你说他的政策跟过去有什么不同 基本上仍然是延续自民党政权的一个 一贯路线 就当然对北韩来讲 他是要有一些防御能力的 那我们不会讲说 跟前任政府的差别 因为基本上都还是以自民党执政 我们可以说首相的差别 比如说跟安倍 那安倍是长期执政的 那现阶段来讲 那岸田文雄并没有跟安倍 有出现路线上很剧烈的不同 还是延续着安倍以后的一些战略目标 比如说国防支出的增加 以及要扩大集团自卫权 他这些东西当然除了跟北韩有关之外 也跟整体区域安全有关 现阶段 比如说岸田文雄自己最难的一个难关 就是国防支出的增加 现在要把整个国防费用呢 把它往上提升 那手心面对就是裁员的问题 你的钱要从哪来 增加你的国防支出 现在就来炒 安倍任内的时候就来想说 那要增加是国民GDP的2% 要增加这么多 那钱要从哪来呢 要么是发行国债 发行国债是一个方式 那如果没办法发行国债 没办法借钱的话 那就要加税了 增税 那所以现在岸田文雄内阁呢 他现在就是主张就是要来加税的部分 那当然要面对到加税 这个大部分的国民都不会喜欢 所以引发了很多的反弹 那现在就是一个很大的难关了 而且因为加税的问题 也使得岸田文雄内部自己有不同官员之间 就引发了一些这个摩擦跟隔阂 对岸田文雄来讲 就是一个政治生涯的挑战了 好 那这个是防卫费的部分 另外呢就是集团自卫权的扩大 就是说针对北韩的因应的问题 那我作为日本 那我可以怎么样来做防卫能力 比如说万一今天是美军 在这个日本的海域上面被北韩击中 那日本是不是应该要 以扩大集团自卫权的状态之下 来展开反击呢 那这个部分你要怎么反击 你有没有攻击对方敌人基地的能力 你的武器要怎么样准备 那这些都是问题 那当然也就涉及到了日本的宪法 自卫队的状况 其实牵涉的问题蛮复杂的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是 以面对北韩来讲 还是前面安倍路线的一些延续 只是说对现在的岸田文雄来说呢 要推动并不容易 就是在民意支持上面 现在支持率偏低 那你要加税 那这个都很有可能 危机到政权的这个稳定性 所以岸田文雄 去年他选的汉制是赞 那今年他选的 我们来补充一下 这个进度是他选了一个进 进步的进 那他就是说希望 这一切能够稳稳的推进 那持续的进步 往前迈进 那这是他现在个人最大的愿望 那也的确就是 以政治生意来讲 他现在蛮多困难的 那这个以上 大概可能简单的跟听友解释一下 这个概况 那当然要每个细节拆开来讲的话 那其实其实很复杂 不过过去《传来国际》的文章里面 大概都有一些背景脉络的解释 所以也欢迎听友可以来参考看看 好 节目的最后 简单分享一下 有听友呢 说他也是私讯来了 嗯 他说他做了一个梦 哦 又是梦啊 嗯 他说呢 他梦到编辑旗号 那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过我本人 所以不知道他梦中编辑旗号长什么样子 他说 这个人呢 这位读者啊 听友 他就说他梦到他醒鼻涕之后 把鼻涕子就往冰淇淇淋的身上丢了 然后冰淇淇淇淇淋就气啵啵的离开了 他请问说这个梦代表什么意思 我怎么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有可能是他长期以来 已经就是对你不爽了 你逼你 我又不认识 就从声音听起来就很想贬你 好那你怎么看啊 你怎么看 解梦大师 我是这么认为啦 梦这个很私密的事情 不好乱乱解 对啦 对啊 情报不足 资讯量不够 对啊 比如说可能要问你说 对你而言 比如说 转角国际是个什么样 在你潜意识中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比如说他扮演 扮演一种类似的朋友的角色呢 还是类似说某种权威 所以如果把它拆开这种类型的话 很多人都会有一种梦的类型是 挑战权威嘛 反抗权威 比如说我梦到骂老师 或者骂父母 这种 但不晓得 我估计在他心中 或我在他心中是什么角色 就像你讲的权威感啊 就是有可能他很想贬你 或者是说 让他联想到某种压力 的课业压力啦 或者是资讯的压力有可能 我不知道啦 我之前有看过什么解梦大权 他就说 解梦大权 例如说 例如说假设你梦到卫生纸 可是这个卫生纸是餐巾纸 还是一般的软软的卫生纸 就是好像这也有差这样子 我好像看过餐巾纸是代表财源滚滚 好以上都是我 以上都是我乱讲的 不过我觉得这跟文化还有个人 乱讲的背景都有关 对比如说卫生纸这件事情 醒鼻涕的行为对个人来讲 又有什么含义 这个需要很多资料来佐证 比如说你可能要观察自己 过去的梦境里面有没有类似的类型 好那每一个人物品对他个人也许意义不同 比如同样鼻涕纸对他对我 可能意思不一样 这倒是真的 当然有一种可能不排除一种就是 那个梦就是一个随机产生的 他也许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对啊 他也许就是脑子在释放压力而已 对就像我平常梦的梦也都没有逻辑的 只是一个一个随机的画面而已 挑逻辑当然也是一种 一种也许有时候是一种意思 但我觉得他需要慢慢的记录 你才能够找出说 大概分成哪几种类型 然后你会找到发现一些 有些物品或者某些事件一直不断出现 好啊那我们就呼吁这位听友 就请你多帮我们记录一下 就下一次你可能拿火箭炮射击七号之类的 好没问题 我愿意在大家的梦中死掉 如果能够释放你的压力的话 我愿意 好感谢大家收听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我是编辑七号 我是编辑木仪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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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你的收听 如果想知道更多资讯 请上网搜寻 优电Global转角国际 我心里的客人呢 我心里的客人的客人